大家好,今天是戏剧分享 最近看了听说 你喜欢我这一个电视剧 那就是讲两个医生的恋爱故事 那这个其实男生他就是因为 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 那他在成就上很有成就 但是他对于处理爱情方面 就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他是很内敛的人不太表达 他就是比较行动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细心很贴心的 去观察他的话 你会不知道他是怎样表达 那这个女主呢是一个会把爱说在 就是会喜欢浪漫 然后会表达会说出来 那所以两个人截然不同 那一开始这个男主是有女朋友的 然后呢也论几婚嫁了 但是后来这个女朋友就是 喜欢上别人的 然后就是 就断了 那这个女主呢也是 好像从不知道国小还高中的时代 就开始一直喜欢这个男主 以他为榜样 然后一直追着他去 所以呢 到了学校之后呢 就是医学院之后呢 就是他的师妹 然后就一直跟着他 然后非常的认真 那这个男主呢也非常的就是专业 就是帮他突破女主很多的障碍 比方说一些恐惧啊 解脱啊什么的 然后让他变成一名很优秀的医生 那最后他们 呃男主呢向他去进修的时候 那他就是也是赶快想说赶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 然后赶快回来陪他的老婆 他们结婚没多久 男主就去呃进修了 好那女主呢 呃皮特斯这个男主就是不言狗笑啦 然后就是很很冷静沉默 然后也没有什么表情 所以女主去 他必呃就是完成论文准备回来的时候 他又就是很开心嘛 然后但是女主去看到他 讲说哎 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笑这么开心 那为什么就是他会这么开心这样子 然后所以女主就觉得他不适合他 所以他们就离婚了 那离婚了之后 女主就是慢慢的走向医生这条路 那最后就是他们又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碰到了 然后又是他的 他又是他的师兄 又是就是他的土地学生 那他也很认真教他 最后他们两个呢 呃男主也慢慢的去学习说怎么样爱人 那男主的爸爸呢 就是有再婚 那他就是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医生非常的忙碌 所以呢 很难把家庭兼顾好 那男主也觉得不能再耽误女主了 好最后是呃因为有一个呃男配 对吗 男配这个薛侣跑进来之后呢 就是跟他争锋呃吃醋 然后最后呢就是促进了他跟女主在一起 那他们复婚之后呢 又遇到了很多的磨难跟经历 这个女男主的呃失忆了 就在他们都去前方支援前线 然后真的是危机重重 那后来最后竟然是这个男主就是生生意习 然后又失忆了 然后还在最后他又想起来 然后就算是一个happy ending 也是蛮有悬念的一部片啦 对 所以就是说在表达爱的上面呢 可能每个人的方式有所不同 我们之前也有学过就是有五种表达方法 有些人是礼物 然后有些人是言语 有些人甚至是拥抱 好然后等等的都不同 那所以可能就是要投其所好 那这一些也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一个过程跟地链 那我每天就是追个几集这样子 然后也三十六集很快就把他追完了 可能追了一两个礼拜吧 我觉得现在看剧就是想要慢慢的 那以前会觉得说 呃吃完午饭后就看这个剧 有点就是医生嘛 然后就是脑啊什么有的没的 会觉得有点 呃不太合适对 那看完之后也觉得 呃医生练也好像也蛮有趣的 那他们都是在一种 也很敬佩啦 就是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况下 所以他们可能一天会 呃手术搞不好会十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那他们最后就是 真正躺着就睡着了这样子 好那另外这里面就是 也有讲到他们一些情侃啦 然后还有蛮 呃像姐弟恋等等的 好然后 所以就是我也觉得要对 这个医护人员致敬 好他们真的是很很棒很优秀 因为有他们才能让我们度过很多的 这个疾病好 然后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 真是辛苦他们了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谢谢 谢谢